大家好,今天是端午节,祝大家节日快乐。 日本今天不过端午节,所以不放假。 日本有很多假期叫做红日子。 那么今天来聊聊日本的红日子吧。 一,日本的红日子是什么? 红日子在中文中,一般是指重要或特别的日子。 比如节假日在日本,有一些公众假日和传统的节日, 被广泛地庆祝,也可以被看作是红日子。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日本公众假日。 一,元旦一月一日。 二,成年之日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一。 三,春分之日三月二十或二十一日。 四,昭和之日四月二十九日。 五,宪法纪念日五月三日。 六,绿之日五月四日。 七,儿童之日五月五日。 八,海之日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一。 九,山之日八月十一日。 十,尊皇节二月二十三日。 天皇的生日。 十一,秋分之日九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。 十二,体育之日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。 十三,文化之日十一月三日。 十四,劳动感谢之日十一月二十三日。 此外,日本还有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, 如樱花节、七夕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等。 这些也被视为红日子,但不是法定节假日。 二,日本的每个公共假日的来历是什么? 以下是日本每个公共假。 日的起源和含义。 一,元旦一月一日。 这是全球许多国家的新年开始之日。 日本人在这一天会访问神社或寺庙, 进行新年的祈祷。 二,成人之日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一。 在这一天,所有在过去一年里达到二十岁的人, 会庆祝成人仪式, 标志着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成为成年人。 三,春分之日,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。 这是天文学上的春分点。 被看作是冬季的结束和春季的开始。 在这一天,日本人会纪念他们的祖先。 四,昭和之日,四月二十九日。 这一天纪念昭和天皇,育人。 他在昭和时期1926年,刚1989年,统治日本。 五,宪法纪念日,五月三日。 这一天纪念1947年日本新宪法的颁布。 六,绿之日,五月四日。 这是一个与自然和环境相关的节日, 鼓励人们去欣赏大自然。 七,儿童之日,五月五日。 这一天是为了庆祝所有孩子的健康和幸福。 八,海之日,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一。 这一天是为了感谢海洋, 并祈求海洋的繁荣。 九,山之日,八月十一日。 这个节日是为了欣赏山脉, 并祈求自然的繁荣。 十,尊皇节,二月二十三日,天皇的生日。 这是天皇的生日。 具体日期会随着天皇的更替而改变。 当前的天皇得人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三日。 十一,秋分之日,九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。 这是天文学上的秋分点。 被看作是夏季的结束和秋季的开始。 在这一天,日本人会纪念他们的祖先。 十二,体育之日,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。 这一天纪念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, 并鼓励人们参与体育活动。 十三,文化之日,十一月三日。 这一天是为了庆祝日本的文化和自由。 十四,劳动感谢之日,十一月二十三日。 这一天是为了表达对劳动者的感。 积和感谢,三日本哪些公共假日和中国有关。 日本的一些公共假日和节日, 与中国的文化或传统有关。 这主要是因为在历史上, 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。 以下是一些具有中华文化元素的。 日本公共假日和节日。 一,元旦一月一日。 元旦在中国和日本, 都是新的一年的开始。 在这一天,两国的人民都会庆祝和祈福。 二,春分之日,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。 和秋分之日,九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。 这两个节日,都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有关。 在这些日子里, 人们会纪念他们的祖先, 并庆祝季节的变化。 三,儿童之日,五月五日。 在日本,这一天被设定为 庆祝所有孩子的健康和幸福。 这与中国的六一儿童节有相似之处, 尽管日期不同。 此外,日本还庆祝一些与中国传统节日。 类似的节日, 例如中秋节和端午节。 虽然它们不是公众假日。 请注意,尽管这些节日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庆祝, 但两国的庆祝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习俗。 比如端午节在日本。 端午节被称为昌仆日S-H-E-U-N-O-H-I。 其传统上并不像中国那样庆祝。 不过,日本在端午节有一种叫做昌仆汤, 失败诱惑香草玉的习俗。 它们会在浴水中放入昌仆一种植物。 据说这可以驱邪避翼, 与中国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相比。 日本并没有特定的食物与端午节关联, 但是它们在五月底的。 另一个重要的节日, 子宫日Children's Day, 也称为端午节聚或男子节聚。 这是儿童之日的一部分。 中,它们会吃一种叫做昌仆饭S-H-E-U-G-M-K-I的食物。 这是一种由糯米制成的瓷巴, 包裹在昌仆鞋中。 请注意,尽管这两个节日都在五月, 但是它们的庆祝方式和风俗是不同的。 自宫日更倾向于庆祝和祝福, 孩子的健康和幸福。 还有中秋节, 日本的中秋节被称为中秋。 明月Tsukimi或者叫做赏月, 并不是日本的公众假日, 但仍然有一些特别的传统习俗。 在这个时候, 日本人会搭建一个小的草屋, 或者使用阳台摆放一些装饰物, 比如茅草、尾鞋和蒲公英等, 并且会摆放一些白色的圆形糯米团子, 称为月剑团子 Tsukimi dango, 这象征着月亮。 除此之外, 还会摆放一些秋天的水果和蔬菜, 如柿子、栗子和南瓜等。 日本的中秋节主要是赏月和祈祷丰收, 它们会在团子和水果前祈祷, 然后欣赏明亮的满月, 庆祝秋季的到来和丰收的季节, 有些地方还会举行音乐会, 或者其他的庆祝活动。 需要注意的是, 尽管日本的中秋节和中国的中秋节, 都是庆祝丰收和赏月, 但是具体的传统和习俗有所不同, 例如日本的中秋节通常不吃月饼。 好了,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 谢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